民主派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第三批被告继续求情 包括九龙东初选参选人谭德智胡志伟和斯德莱 民主派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继续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处理被告的求情 第三批被告第二日求情 包括九龙东初选三个参选人 认罪的谭德智、胡志伟和经审判罪成的斯德莱 谭德智的代表律师说 没有证据显示谭德智参与串谋 又提及初选 说选举的本质就是开放参加 他当时作为人民力量副主席 所以参加初选 并不代表积极参与 法官曾纵行质疑说 他是按自己的意愿报名参选 民主党前主席胡志伟的代表求情说 就算他是积极参与者 也是较低程度的一类 形容他从政当年 从不寻求破坏 他亦都在2020年6月初选论坛中提及 无差别否决预算案有破坏性影响 形容他无意寻求颠覆政府 只是期望通过手段向政府施压 当时亦都真诚相信动用否决权合法 亦都是基本法赋予的权力 而客观上 串谋颠覆的成功可能性极低 期望判刑的时候考虑 斯德来的代表就说他有良好品格 一直积极服务公众和社会 就算是积极参与 也都只是低至中等程度 他有负义 重犯的机会也都低 第三批被告 另外三人 上个星期已经完成求情 至于第四批被告 包括九龙西初选参选人 安排在下个星期三起求情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